Time takes a cigarette puts it in your mouth You pull on your finger then another finger then cigarette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次 是不是这次很快又见到了素颜的我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在开头看到的那个 很适合春夏 有一点点漫画感的妆容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 所以直接开始吧 因为现在是已经到了春夏 而且我本人本身的喜好 就是喜欢那种水光感的妆面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用到我最近的新头爱之一 这个是香奈儿他们家的果冻瓶粉底液 来打造一个水感通透的底妆 这个粉底液 我去年我做过实测 就非常的喜欢 那我这瓶呢 是BD01 比较适合偏白细的肤色 如果是自然偏白 那你可以选择B10 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冷调粉肤色的BR12 它的质地是偏水润的 流动性还蛮强的 直接用一把刷子在脸上铺开 再用美妆单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的水润服贴 由内而外的透出光泽感 它里面有添加精确配比的色素粒子 所以可以恰到好处的修饰皮肤瑕疵 像是有一些黑眼圈暗沉的问题 它都可以帮你调整到一个均匀的肤色 同时呢又非常的轻薄 完全没有那种厚重假面感 那我今天没有单独的用黑眼圈遮瑕 所以我就直接用遮瑕刷沾这个粉底液 去叠加在眼下 现在肤色跟刚才对比 是不是立马就非常的均匀透亮了 而且像是一些皮肤纹粒啊毛孔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修饰 那这个粉底液它里面还添加了加蓝精华 相当于给你皮肤又增加了一层口罩防护品 这样来抵御外界的污染 我去把我的眉毛补起来 眼妆呢今天会用到这一盘 这个是香奈儿的374 那这盘它总体来说配色还是蛮清新的 非常的有春夏感 首先用这颗珍珠米色来打底 再用这颗嫩桃色铺在眼尾 这个颜色非常的清透可爱 上在眼睛上呢 会让你的眼神看起来很干净 用它这面自带的这个小刷子吧 现在眼妆呢 就是比较清透粉嫩的感觉 再用这个深红棕色来加深一下 睫毛根部还有下眼线 再锐化一下眼尾 再用这个珍珠白色来提亮一下卧蚕和眼头 睫毛刚呢 今天用这支香奈儿的眩密3D睫毛膏 你们看它的包装很特别 是那种拉丝的质感 它是这种圆圆胖胖的刷头 它刷出来的效果真的就是那种3D娃娃眼的感觉 非常的浓密 很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下面这个产品一出场 就会牢牢的抓住你的眼球 你们看 就是这盘高光 你们看 这次的这个高光盘压纹 依旧是非常的精致华丽 这盘高光呢 它是香槟金色里面 稍微带着一点点杏色 直接用一把腮红刷 把它大面积的扫在颧骨的位置 当做高光的同时 也有一个很自然的腮红效果 你们看 结果它的光泽感也并不是很夸张 非常的日常细腻 扫一点在鼻头提亮 今天口红来用这一支 这个是全新的双效持妆唇釉 色号是180 它一头是一个非常浓郁的雾面浆果色 另外一头呢是唇膏羽衣 这个颜色好显白啊 再叠加上这个唇膏羽衣 叠加上唇膏羽衣之后 唇纹立马消失 而且整个嘴巴就是很嘟嘟的感觉 而且这支唇釉也是超出意料的 非常的持久 等它沉膜之后啊 你戴口罩喝水 它的颜色都完全不会掉 你们看 我刚才在手上试色涂的这个 它现在你怎么擦 它都不会掉 手上完全没有颜色 那这支54也是之前非常火的一个色号 鲜嫩的草莓红 涂上嘴是非常可爱俏皮的感觉 好啦那这个自然清透又很有漫画感的妆容就完成啦 我觉得也蛮适合日常的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